兄弟们,我是尤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视频的制作方法 那就是制作我们的3D动画视频 今天我会教大家通过一个比较新的AS视频生成的网站 你只需要输入脚本,选择你的视频的类型 然后选择一个背景音乐,然后再选择一个培音 一键的话就可以生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3D动画视频 即使你是新手小班,只要你跟着我一步一步操作 看完视频以后,你就可以学会 我们不需要太复杂的一个编辑技术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吧 今天又有这种工具叫做Railcraft 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在视频下方找到这个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有风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网上赚钱 视频赚钱的一些视频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关注一下有风这频道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第一步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 那我们可以先来免费试用一下 那你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 直接你可以点击这里右边的一个signup注册 或者说你直接用你的Gmail邮箱登录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个Railcraft AI的一个后台 那非常简单,这个最顶部这里的话就是填入你的一个提示词 填入你的脚本 那等一下它直接就会根据我们上面的提示词脚本的话 来帮我们生成视频 在你左边这个dashboard就是你之前生成好的视频的话都会显示到这里面 点击这个new的话就可以来创建一个新的视频 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一段提示词 那如果说这个提示词或者脚本你还没想好的话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交给GPT交给AI来先帮我们写一段 那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打开GPT 那我们把这个提示词非常简单 帮我写一个科幻故事 那简简单单也不需要太复杂 如果说它写出来的是一个中文的话 你可以叫它用英文写 你可以先暂停一下 那GPT的话就会帮我们写出英文版的视频脚本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油管上面做视频的话 我建议大家的话尽量的做英文方面的一个视频 因为现在有了AI我们做英文视频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 做英文视频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广告费会比中文类的视频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也就是说你在油管上面花同样的时间 你可以赚更多的美元 而当我们的脚本写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随便我随便复制一段 这边复制一段 再回到我们这个 然后把我们的脚本我们的提示是粘贴到这里来 而下面的话要选择我们这个图片 选择我们的视频你是想用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个段你可以直接用4K的一个照片 4K照片就是纯照片的一个轮播 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用4K的动画 那你可以选择中间中间中间这个 当然的话你还可以生成一些3D的一些视频 那就是今天我们重点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工具 来生成我们的3D动画视频 那么点击这边这个3D动画视频 这里我们直接选择这个继续用这个3D动画 这个模型垫下它 而下面的话这里来我们选择一下音乐 这个音乐的话你可以来选择一首背景音乐 那它默认的话它也给你加背景音乐 那我建议大家的话 你还是自己来用你自己的背景音乐 如果说你没有背景音乐 你可以来到Solo这个平台 Solo这个平台的话是专业的一个 AES音乐生成的工具 目前这个工具的话非常非常好用 你只需要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创建 然后给它一段提示词 它就会根据你的提示词的话 来帮你生成一段音乐 刚才这个回到我们GPT 我们这个GPT的话 主要说的是一个时间旅行者 把我们的标题 比如说复制一下我们脚本 我们这段文章的标题 回到我们的输入 把我们的提示词 直接粘贴到这里面来 直接点击一个创建就可以了 输入的话就会根据我们这个提示词 帮我们生成一个2到3分钟左右的一个音乐 如果说你只想要背景音乐 不想要歌词 你就把这上面这个点开 那它生成出来的就是纯音乐 不会有人唱 也是一样点击一个创建 而生成的速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快 而生成完以后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边这三个点 这里有个download 直接可以把这个音频的话下的下来 你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按钮的话 你可以进行一个试听 如果这个音乐你比较满意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来听一下它刚才帮我们生成好的这个音乐 你可以先来试听一下 左边这里点一下的话就可以来试听 非常方便 如果说这个音乐你比较满意 那你直接就可以下载了 不满意的话 咱们左边继续叫它帮你生成就可以了 我觉得刚才这首音乐还不错 我点击这三个点 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如果说你点到这里下载 它这里还在转的话 你就等一会儿 因为它可能还没有生成好 音乐下载一号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选择我们的一个背景音乐 你可以把我们刚才这首音乐 点击这下面加号 直接把我们这个背景音乐的话传进来就可以了 背景音乐传进来以后的话 你直接点击这提交 如果你不想要背景音乐 那你就把上面这个打开 不需要背景音乐就可以了 需要的话你就把它点开 中间第二个的话就是选择我们这个视频比例 如果说你在油管上面做手机短视频 你就选9比16 那做这种很平的视频的话 你就选择16比9 那我这里的话选择16比9 因为我们在油管上面做视频 我建议大家尽量的做这种很平的视频 为什么 因为很平的视频的话 如果说你的视频做很平的 时长超过8分钟以上 那你这个视频里面就可以插播多段广告 而广告差的越多 你的收入的话也会更高 短视频的话也可以插播广告 但是的话会比这种很视频 会少很多很多 第三个的话就是选择我们的配音 那它里面的话提供了默认的一些配音 那你可以播放这个按钮来听一下 它里面的话 它里面的话还有几个中文配音 我可以给大家来听一下 比如说这个中文配音 我无法忘记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夜晚 那天晚上用 那么再来听一下下一个配音 如果你想用中文的也没有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英文的视频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英文视频 那我就随便选一个点击这个提交 第三个的话我们来选择这个故事 那你这个故事内心是什么 比如说关于威乐格旅行的博客 关于一些如果大家英文不好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电脑上安装 像有风这样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 大家直接去Google里面搜索 安装到你的浏览器就可以了 我们安装好 我们点击一下翻译 它就会直接把里面的英文翻译成一个中英文对比 我们故事可以选 比如说第一个概念解释 故事历史旅游博客传记等等 名言想法都可以 今天我们选择中间这个 第三个的话就可以来选择一下 我们你要生成这个视频的一个风格 那它里面提供了几种3D的这种风格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可以直接选择这个3D风格 最后的话选择你这个视频要不要公开 那如果说你是免费版本的话 只能选择公开 公开的话它就是会显示到这个 reacrofit里面这些 这下面它会显示到这里面 那因为我们是免费摄像板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公开 全部设置好一好 点击右边右上角这个创建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选择我们这个动画风格 我选择这个点击一个继续 这里故事的类型 我选择一个故事 我选择第二个 这里的话就是提示式的类型的话 我选择这个不需要改变我的脚本 或者说你刚才直接在这上面的话 给它一个主题方向 这里的话你直接也可以来 叫它根据你的主题方向 比如说将我给定的想法转化成脚本也可以 因为我刚才已经有现成的脚本 我教它不需要改变我的剧本 然后点击一个继续 那接下来的话 这里的话生成的话 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 那你的故事也长 可能花费的时间也有越多 还有就是要看生成的人多不多 一般在晚上的时候的话 生成的速度的话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那白天的话可能速度会比较快 那我昨天晚上试了一下 差不多等到半个小时 才帮我生成好 生成好以后的话大概生成好以后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随机生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播放 你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分刚才生成好的这个视频 大概的一个效果 OK 我感觉的话还是比较不错 接下来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 download 直接的话可以download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但是如果说你是免费版本 那你这里就下不了 你这里只能先进行一个试用 那你订阅它的会员以后 你就可以下载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编辑一下我们这个视频 那么可以点击一下这个编辑 那就来到我们这个视频编辑的界面 而左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跟它增加一个叠加的图片进来 比如说我这里选择一个上传 那我可以叠加一个图片在它上面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美女加进来以后 点击一下它点击一个保存 那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相当于就可以在上面的话 再重点一个图片那都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拉大拉小 那你这个图片的话想要在哪个位置显示 这里的话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 那显示多长了 这里都可以设置一下 那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插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在上面的话增加文字 我们点击这里增加文字 那在这个地方 这里上面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视频上加上你的logo 点一下这个笔 那你就可以来进行一下编辑 那比如说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个频 频道的logo加在上面来 那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字体大小 而字体颜色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选一下 点击一下保存 那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文字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夹到我们这个视频上面 那你这个文字的话要显示多长 你可以来拖动一下这个长度 那你点击一下播放 那你点击一下这个播放按钮 那它看它依然会出现在我们这下面来 那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保存 那全部设好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它视频的话 又回来重新渲染一下 我们还可以点击最右 我们还可以点击一下这个编辑 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 编辑一下我们的字幕 因为我们视频生成好以后的话 它这边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这里面 它的一个字幕的一个样式 它的提供的样式有几个 大家可以来选一个 点到这个样式以后的话 你可以点击在顶部上的一个编辑模板 然后在最顶部你可以选择一下你这个字体 这里字体字号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改 比如说我改成30 在后面的话字体的颜色的话 我们这里也可以来选黑色白色 这边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那你可以选择是一个档次一个档次的输出 还是整段化一起输出都可以 比如说我选择单个档次 每次显示一个档次 点击一下保存 这里的话就设置好了 你可以指定一下你这个字的话 它显示的比如说我们的顶部 中间或者说底部的话 你都可以选 那就编辑的话 我们还可以来编辑一下我们的字幕 点一下编辑 你可以来更改一下 如果说你的字幕的话有问题 你可以来改一下 全部收好以后点击一下保存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它也会重新渲染一下我们这个视频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件的话 它的大概的一个价格 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下载 这里有个订阅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免费版本的话 你只能进行一个试用 那目前的话是不能进行一个下载 它会送你125分 有水银 那最便宜的话 就是一个10美元一个月 10美元一个月的话 它会有1250分 那每生成一个视频 它可能会花掉一二十分二十分 根据你的视频长度来 没有水银 那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4K的一个图片视频 还可以帮你生成一个4K的一个动画视频 那二十美金的话就可以有3750分 那会没有水银 那同样的话 它们唯一区别就是它这个分数 你可以生成视频的数量的话有所不同 那如果说你还想创建一个新的视频 你直接点击左边这个创建一个新的视频 那我在上面的话随便输一个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AI 而这次的话我们来选择中间这个4K动画效果 那下面的话都是一样 我们选择一下需不需要背景音乐 这个我们选择第三个 那你还可以选择其他风格 你看它里面的 还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人物的一些风格的话 它也是可以帮我生成的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有点真实的人物这种感觉 我选一下它 点击一个创建 这里点击一个继续 这次我们选择第二个 直接将我们的一个想法AI的话 转化成一个脚本 因为这里吃的话 我没有给它一个具体的一个脚本 那直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继续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来帮我们生成 Ana discovers the AI mirror in an antique shop and feels an inexplicable pull towards it Ana starts using the mirror and it displays her forgotten childhood moments vividly Ana becomes obsessed with the mirror spending hours each day reliving her past the mirror shows a disturbing memory making Anna question the AI's intentions 如果说你觉得它这个价格的话有点便宜 而最近的话这个网站的话它在搞一个活动 你只需要给一次性费用的话 你可以终身使用了 不需要进行一个按月付费 这个活动的时间有多长 目前来说还不知道 如果说你对这个 那你可以在里面的话多来试用几次 如果说你觉得确实你有需要这个工具 那你可以来到这个网站 等下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这个叫做appsumo 这个网站的话是专门提供一些软件折客的网站 因为有很多软件它在刚刚推出市场的时候 它需要快速的打开市场 那它需要积累一定的一些用户 给出一些非常诱人的折客 比如说这里的话 你只需要给69美元 那你可以一次性支付终身使用 它一共提供了三个级别 那我们来拉到最底部来看一下 它的三个有什么不一样 69美元的话就是你每个月的话就有250分 有10GB的存储空间 那如果说你定这个139 139也就是终身 那你只需要买一次就可以了 以后每个月的话你不需要再给钱 那它可以有50分 还有最贵的话就是你一次性给它349 那每个月的话有3000分 3000分的话还是可以生成不少视频 如果说你下次点进来这个活动结束了 那也没有办法 你只能的话直接在它官方进行购买 按月进行复复 最后的话再来看一下 有风今天用这个 RioCraft的话生成的一个视频效果 A scientific expedition team is on an important mission Their goal is to study the strange energy fluctuations on this planet which are believed to be the key to a new type of clean energy Commander Alice Carter an experienced astronaut Is the leader of this mission She leads a team of elite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explorers Aboard the spaceship Explorer to Eldar We are approaching the target area Prepare for landing Alice commanded through the communicator The spaceship landed smoothly on a desolate plain Surrounded by a vast expanse The team members put on protective suits And carried various detection instruments Beginning their exploration of the area While everyone was busy Archeologist Max suddenly discovered an ancient ruin This ruin appeared to be some sort of building Left by a civilization Filled with mystery and the unknown Everyone come and see There's a ruin here Max exclaimed excitedly Alice led the team quickly to the ruin And they were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structure was emitting a faint blue glow 我是有峰 希望本期的分享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 网上赚钱或者说油管赚钱的一些教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本期用到的所有的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感谢小伙伴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我一起来实操一下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峰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